请听题 一个人如果太贱,太没底线了,未必会无敌。但一个人如果太精明了,只会没朋友。一个没底线的人只会矫情,未必会无敌。一有时候,我不喜欢老孟的原因就在于,他太好为人师的。这倒也罢了。更要命的是,他有个特异功能,能把啥都跟道德仁义扯上关系。 对于这类人,我还是服气的。你要知道,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变才。这类人最大的才干,就是把啥都说得理所当然。更要命的是,这类人好像啥都懂。天文地理,权谋兵法看似无所不同。 就比如,孟老师就曾经教人用兵,提到用兵,你肯定想到的是伪道奇谋。 对此,孟老师觉得完全没必要,做人要实在,怎么能玩心眼呢?既然如此,怎么打呢? 您听好了,只见孟老师底气十足,声如红中的吼出了四个字,忍者无敌。 这话我猜会让兵圣孙无听了无语,兵先寒信听了流泪。 当然这是我瞎猜的,但是有个坚信忍者无敌的宋相公就这么干了。 润知先生对这种行为,给予了高度的评价,蠢诸诗的人意。 很显然只讲道德,不讲套路,不行。 二看到孟柯然指了兵家,我还是有些紧张的,万一他点评纵横家,可让我如何是好? 孟老师从没让我们失望过。 他马上亲口发表了对纵横家张仪,公孙面的鄙夷,神马玩意儿,跟小娘们似的,以顺为正者,切副直当尹,骂几句就算了。 本来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,很显然,我还是太单纯了。 有一天,孟子他的课程表上,加了一堂新课,论纵横家的自我修养。 把兵家解读成鸡汤,看来,纵横家也难以幸免了。 三关于孟老师这节课有多少人听,不得而知。 但是至少有一位听众,此人叫宋沟介,难得。 树叶有庄拱,想听纵横学的课程,找不到鬼谷子,也可以去找苏秦,张仪,为啥去找孟科老师呢? 因为孟子老师的口才了得。 这是真的,孟老师有个外号叫,战国第一大喷壶,见谁喷水,他的信条是, 大丈夫遇使当喷则喷,杰出的诡辩输出型人才。 问题来了,说服就是诡辩吗? 答案是,NO,辩论,只是鬼谷子九种说服技巧中的一个,只占九分之一的分量。 如果换算一下的话,纵横家们遇到九个人才可能辩论一次,辩论概率,大概是11.1%。 由此可见,纵横家们并不喜欢辩论,所以辩论只是一种辩论技巧,而不完全等同于说服。 可是,纵横家研究的是什么? 说服。 什么是说服? 回谷子给我们的定义是,说者,说之也。 啥意思呢? 所谓说话,就一定要有说服力,以说服别人为目标。 四,我们言归正传。 看到有一个听众,孟老师还是很感动的,乐得眼睛眯成了一条。 冯。 小宋啊,你喜欢游说吗? 我教你游说说服好不好啊? 原话是,此好游乎,无语则有。 你以为我在胡说? 不,我只是在细说。 在孟子进行张剧里,确实有这么一段。 呜呼哀哉,孟哥这是要抢鬼谷子的饭碗啊。 告诉你个秘密,其实,孟子跟鬼谷子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的。 很显然,孟老师是跟鬼谷子抢生缘了。 这也难怪,消费降级,混口饭吃不容易。 又或者所谓的百家争鸣,重点在于一个争字。 啥叫争? 其实就是抢东西,比如生缘。 孟子为什么要跟鬼谷子抢呢? 其实他也跟明家抢,也跟道家抢,也跟墨家抢。 百家珠子们哪有那么斯文,每天到的不可开交。 但是战国时代,声援最充足的,往往是纵横家。 如果纵横家有黄金年代的话,一定是战国时代。 比如李斯说道,游者主事。 这个游者指的,就是靠游说服为主业的纵横家们, 在战国时代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。 游医。 点你有没有觉得奇怪,孟子不是讨厌纵横家吗? 为什么他要讲游说术呢? 实际上,孟子讨厌张仪、公孙衍这类人, 但是不讨厌纵横家的手艺。 实际上纵横家这个概念是后来才有的, 那时候,就叫游者,说客。 所以,一切研究纵横学的人,都可以称为纵横家。 古代没有门庭之争,现在也不需要游。 相信你又觉得阿信在胡说八道了,真不是。 比如毛先生就说过,孟哥、韩非、叔孙通辈,都是纵横家。 吴好了,我们端好小板凳,认真听孟老师讲课。 孟老师到底打算跟我们分享了那些精妙的说服绝学呢? 只见孟老师哼腔有力,用尽丹田之气说道, 别人理解你,你的内心要豁达。 别人不理解你,你的内心还是要豁达。 有时候,真不能怪于丹老师把论语讲成鸡汤的。 儒家思想本来就自带鸡汤属性,我们等的是说服韬略。 结果呢? 木有,孟老师甩手就送来一碗浓烈的鸡汤。 啊,多么伟大,在这个寒冬里,给我们的内心带来温暖和抚慰。 逻辑呢? 不重要,鸡汤讲逻辑,还是鸡汤吗? 估计小宋跟阿信一样,都会不与儿童想起孟老师说过的一句话,相当的同俗。 人不可以无耻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,我是来听说服术的,你就给听这个。 我连裤子都脱了,你就给我看着了。 小宋比阿信强,他是个有素质的人,于是反问道,怎么样才能做到宽容呢? 六孟子打开泡着狗喜的不锈钢保温杯,瞎了口茶说,尊得乐意。 讲道德的人,内心永远充满了阳光。 在儒家的孟子看来,仁义道德是一切事情的根本,用兵也好,说服也罢,道德仁义就是万能的。 儒家做事说话,从来是以道德为第一性的,成败不重要。 比如用兵打仗,成功了就叫,忍者无敌。 但如果失败了,就叫杀身成人。 在游说服别人也是如此,孟老师从来没想过输赢的问题,只要占据道德。 至高点,虽然有荣。 孟子觉得,游说服术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,纵横家们,不应该完全不丢弃调道义,肆意妄为。 如果只讲套路,不讲道德,也是愚蠢的。 即便是小人也应该有所不为。 在道德与权谋之间,鬼谷子说,忠正而已。 只讲道德不行,只讲权谋也不行,道德仁爱和权谋套路,不应该分开。 道德,本就是最高级的权谋。 做人,不能不讲道义。 七孟老师发现了阿信的混沌,于是接着说,做人,最重要的是开心,哦不,讲道德。 一个人失意的时候要有底线,一个人得意的时候要有节操。 穷的时候照顾好自己,努力让自己活着。 富的时候也帮帮别人,别什么好处都劳给自己。 只见孟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,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奸善天下。 这句话看似是写给儒家门徒的,但阿信觉得,更像是写给纵横家们的。 孟老师希望纵横家们能够善待自己,善待别人,善待这个。 世界。 阿信,我知道你不喜欢我,这节课我就没想过要讲什么套路。 但是有些话还是要说,历史上很多纵横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,但是,我希望他们能心存大善,惠己及人。 做人要有底线,不是吗? 一个人心里不能只有自己,还应该有别人,还应该有这个世界,不是吗? 一个极度自私的人,真的能纵横天下吗? 张义,公孙衍真的天下无敌了吗? 没有,事实证明,他们虽然显达过,但最终归于沉寂。 八孟子反纵横家,但是不反纵横术。 纵横术就像一把刀,无善无恶,他希望交给有良知的人的手里造福苍生,而不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图读天下。 孟子希望纵横家们能守住自己的良知,在贫穷时,安平乐道,在富裕时,乐于助人。 对此,鬼谷子默默地点了个赞。 比如他说,守义者,为守以仁义。 做人讲仁义,要守住做人的道义。 以道御术,以得待人。 说到底,做人,要有底线,做事要懂套路。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,再到异常落后的人,不是前进,而是后退。